拒绝特朗普油价占上80美元每桶,OPEC的领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23日上周日,在阿尔吉利亚召开会议。 会后OPEC明确表示,近期不会立即增加原油产量。 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Koled A.L.弗里表示,我们不影响油价,不干预油价。 但怎么记得,前不久特朗普在推特上命令OPEC降油价,沙特当时的回应很是积极呢? 此次会议结束后的这番表态,明显意味着沙特和俄罗斯断然拒绝,那特朗普此先提议。 OPEC这一波操作过后,布伦特原油寄货价格24日本周一,稳稳地占上了80美元每桶的高位。 创2014年11月12月以来升盘新高,WTI价格也接近4年高位。 一个星期以来,布伦特原油寄货价格仍稳定在80美元每桶上放,这是一个很敏感数字。 因为石油市场多年来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规律证明,80美元每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关卡价位。 当然,油价持续走高,再一次让特朗普坐不住了。 他的社交媒体上强烈声讨要执着,我们为中东国家提供保护,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安全。 但他们仍在不断推高油价,我们会记住他们所作所为的,OPEC垄断者。 必须让油价马上降下来,不排除充至100美元每桶的可能,国际油价占上80美元每桶高位。 除了OPEC拒绝增产以外,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表示,不再购买伊朗原油。 美元近期走弱,为内瑞拉等国不断减产,以及全球原油库存整体偏低等因素的影响。 面对多重支撑油价的因素,能源专家表示,后世OPEC是否可以证明自身有能力填补异量的供应缺口至关重要,否则不排除国际油价充至100美元每桶的可能。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着,市场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内OPEC对市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无论OPEC做什么,国际油价可能都会基于亿万问题,和美国中期选举这两大因素持续上涨。 并且市场担忧,OPEC也许并没有此前他们生成的那么多剩余产量。 若OPEC未来无法证明能填补供应缺口,油价逼至100美元每桶关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专家,损害石油市场及全球经济,据英国《卫报》报道,专家警告着,若国际油价重回100美元每桶,将损害石油市场及全球经济健康。 多家行业观察员预测,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到今年年底,国际油价涨至90到100美元每桶的几率正在增大,解释全球原油需求可能遭遇打击,出现需求急剧下降,损害石油市场的平衡和健康发展。 此外,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高油价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继而推动利率上涨,损害消费者利益。 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可能因此被迫削减石油水,并扩大预算赤字。 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的放缓迹象,都会为全球经济增添新的挑战,但前的土耳其和埃根廷就是例子。 PS,有人可能好奇了,高油价怎么会和通货膨胀挂上钩?原油价格与老百姓的持穿住行价格密切相关。 比如,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要烧油,我们穿的衣服原料,很多是烈油的副产品。 食品价格中一部分也是交通运输成本,原油价格上涨,必然导致相关各行各业价格上涨。 据相关数据,布伦特油价如果上涨10%,那么中国生产价格指数PPI将上涨0.5,各百分点。 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将上涨0.2,各百分点。 再者,对于那些严重依赖进口人油及石油制成品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来说,高油价无疑也会让这些国家被感压力。 市场普遍认为,国际油价控制在60到80美元每桶之间是一个有益于石油行业及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理想范围。 过高和过低的油价都会有损各方利益。 OPEC与非OPEC联盟的成立,也是基于平衡供需及控制国际油价。 在合理区间那个注重,未来OPEC是否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仍需检验。 不同的声音,翘牌CEO法博登日前表达了他对单线油价走势的不同看法。 他说,我不认为突破80美元每桶的价格不合情理,更高的油价也许正是石油市场需要的。 前几年的低油价导致石油生产投资锐钱,现在一些企业仍能感觉到低油价时期的疹痛, 导致他们仍然不愿意大规模投资新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正是满足当前日益增长的需求所需要的。 要知道,目前全球石油需求已经达到了约一一桶日,从长远看,石油供进的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